接下来这个问题 相信也是很多年轻人 所面临的一个困惑 就是他们会对于自己的这种 人生愿景啊 追寻的这种热情passion 他们其实会蛮困惑的 你的重极人生愿景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就是我想干的正是我喜欢干的事 就是因为就还是一样 就是说你只要忍得住 就是你如果是非得要 立刻就赚多少钱 那可能你从第一天 就是另一个目标了 但是我第一天目标就是希望我能够 稍微干更大点的事 我对人对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当然也也没有过那么大的困扰 但是我对于说 这个自我价值会更看重一点 比如举例来讲 我们当时做咨询的时候 就有一个选择三叉路口 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呢 就是我咨询比较低等 我就做摄像调研 那很容易 问卷对吧 尤其2c的接上发问卷 对吧 但是呢我就横着扩嘛 对吧 我做一个做10个做100个 另一种呢就往高了做 这个调研人家肯定不理你 做调研的人 你跟对方公司是见不着人家老板的 对不对 那我做战略呗 但是你做战略第一天是不可能的 老板你凭啥做战略 对不对 你有点基础 那我从调研的时候 那就两条路 一条呢就我永远做调研 要把公司做大 对吧 中国也有调研公司做大的 但是我们觉得这条路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条路呢 我就把自己限制死了 我只是管理一帮人的包工头 对吧 但是呢 我认为我希望跟这个高手过招 我调研的时候 我就别人找我做调研 我免费送你分析 对吧 因为你不找我做分析 对不对 你不找我做战略 我免费送你行不行 那我也锻炼自己能力 对吧 没有项目的时候 我自己去研究 我们家来做运营的时候 一开始我一年的时间 是没有项目的 我的团队是 我们花钱 养着这团队做研究 把这个运营系统研究透了 出一整套 十本书盯成一个册子 叫电信运营体系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我就有资格去 给人家做项目去了 但是我都有资格做项目 上来就是更高的项目 就不是调研 而是咨询 而是战略 对吧 所以你是这么 妈妈妈自己抬上去的 所以我就说 这个都不吹牛 刚毕业的时候 看到今天不可能 甚至这个 每隔一个十年 我再来想说 我都在十年前 看不到十年后 这是真的 这真的不吹牛 尤其这个 尤其中国变化 那么快的时候 你想不到了 那机会你看不到 那我只能说有一条 我希望往上走 我希望 站到更高的层次 去参与更大的事情 去贡献更大的价值 仅此而已 当然这不是每个人的追求 有的人说我就喜欢 这没错 我就喜欢做调研 我把它做成一个巨大的公司 那也没错 但是你总要有个方向 然后坚定不移走下去 明白